我们每一个人如果除了自己的生活的一种自私自利的心以外 没有帮助别人的没有帮助别人的心 那这种心是很下隘的 虽然我们现在很多大学生就名字叫大学生 但是心很小就是心就是小学生 文凭就是大学生 人与人之间一个很小的事情突破不了 非常执着对自己他人都带来很大痛苦 所以我们当遇到痛苦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种勇气 一定要要远广 在其他有些学校里面 不管是在感情上生活上遇到一定痛苦 有些人选择自杀 千万不能选择 我想是这里不会有的 在他国的大学当中 有没有大学生自杀的现象 在其他国家就有比较多 希望待会给我回答 这是我的问题 我相信不会有 因为这里很多人信仰 当我们万一在生活当中遇到痛苦的时候 好像人生就没有闷路 但是我们窗户当中 如果看见一件光想的话 也要突破 要前进 因为人生的黑暗 就像是我们现在的白天和晚上一样的 暂时的这种黑暗 你要等待 你要突破的话 也会有第二天的光明和阳光 我们在人生当中 很多失败的人 往往都是来不及等天亮 就是黑暗当中迷失方向 我们人生需要等待 需要勇气 而且我们的微笑希望长存